接下我们看到是第六十二题 恋人の死を知らされて 悲しみの 寝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由于得知情人的死讯 他过度悲伤 卧床不起 一 贝 二 二 ところで 三 あんまり 四 あげく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三 あんまり 由于得知情人的死讯 他过度悲伤 卧床不起 恋人の死を知らされて 悲しみのあんまり ねこ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好 我们看选项的部分 第一个呢 是ため 何々のため 就是为了什么的意思 第二个的ところ 何々のところ 指的是正在做某个动作的一个时间点 好 第三个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 前面要接的是连体修饰形 連代修飾型 在プラス あんまり 或者呢 也可以接 あんまりの 然后后面呢 接名词 再加上一个助词的に 好 意思是说太过于怎么样了 表示这个程度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常识 或者是一般性的一个预料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太过于怎么样了 好 第四个呢 是动词的他形 再加上あげく 表示到头来怎么样 或者是最后终于怎么样的意思 那么通常的他あげく 都会用在这个不好的结果 所以他结果呢 都是不好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 悲しみのあんまり 表示呢 太过于悲伤的意思 好 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 恋人の死を知らされて 悲しみのあまり 寝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由于得知情人的死讯 他过度悲伤 卧床不齐 恋人の死を知らされて 悲しみのあまり 寝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由于得知情人的死讯 他过度悲伤 卧床不齐 接下请看下一题 第六十三题 中田先生 虽然年轻 但想法却很老旧 一 どう言っても 二 どう思いきや 三 ばっかりに 四 わりに 好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四 中田先生 虽然年轻 但想法却很老旧 中田さんは 若いわりに 考えが古いです 好 我们看选项的部分 第一个是 何々と言っても 普通形 符字形 再加上 どう言っても 表示 虽说 怎么样 但也 只不过 表示 程度呢 是很轻的意思 好 那这个句型呢 我们是用于 前面所叙述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加以 补充 实际上 程度是没有 您所想象的 那么重的 是比较轻的 好 例如 他对吧 听说你买了房子 那你可以讲说 买房子 どうでも 虽然是说 买了房子 但是也只不过 是十几平的房子 表示呢 没有对方想象的 那么大 所以程度呢 是很轻的意思 好 第二个的是 普通形 再加上 どう思いきや 表示 原以为怎么样 却出乎意外的 好 与自己所想象的 预测的结果 是一个相反的 所以我们叫做 どう思いきや 第三个 是连体修饰形 再加上 ばっかりに 只因为什么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 表示某种原因 而导致 不好的结果 第四个 ばっかりに 好 前面接 连体修饰形 再加上ばっかりに 好 意思是出乎意料 或者是没想到 却怎么样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一个 华里尼 指的是以一般的 常识上的预想 或者是为一个基准 那么而让人觉得 比较意外 或比较惊讶 所以这边的题目 他说了 他很年轻 那么在一般的常识来讲 如果是年轻人 想法应该也是比较新 可是呢 他却很老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 比较出乎意外的 わりに 好 所以的わりに 才是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再把题目 看过一遍 中田先生虽然年轻 但想法却很老旧 中田先生虽然年轻 但想法却很老旧